认识视窗 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Windows XP里面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也就是我们的视窗了 什么是视窗呢 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启一些视窗 好我们先到这个start 然后呢我进入all programs 我们现在呢就来开启一些视窗 例如说我开启我的paint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在这个desktop上面呢 快点这个paint两下 好然后我再开启呢 其他的例如说我的games Mindsweeper 然后呢我再来开启我的Microsoft Word 好它就在这里 所以我从这里呢直接按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 在我们的taskbar的部分呢 就有三个不同的城市被开启了 那我们所开启的一个城市呢 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一个呢我们就叫做一个视窗了 这个英文呢我们就叫做一个windows 那这个windows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呢 所在执行的地方 它就会出现这一个一个视窗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视窗的概念 那我们呢在执行所有的这一个program的时候呢 我们就叫例如说这个呢就叫做paint的windows paint的视窗 那这个呢就叫做我们的mindshipper的视窗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word的视窗了 所以呢只要我们每开启一个program呢 就会有一个视窗 当然如果呢我们再开启多一个这个word的program的话呢 我们再试试看 那现在呢我的word的视窗呢 就变成呢有了两个word的视窗了 因为呢它是两个呢不同的这一个操作的画面 所以这两个呢我们都叫做word的视窗 那么呢现在呢这个就是我们视窗开启的画面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呢 视窗的基本画面到底是怎样的 感谢观看